美國總統奧巴馬說 承認敘利亞反對派聯盟是基於責任 加強反對派的國際合法地位實現政治過渡 除了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土耳其、歐盟 以及多個阿拉伯國家都承認反對派聯盟 多國外長出席 在北非摩洛哥召開的敘利亞之友第四次會議 商討如何協助敘利亞反對派 反對派的代表說 希望國際社會保障敘利亞人民生命安全 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因為胃部不舒服 改派常務副國務卿白恩斯出訪 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格繼續有戰火 連清真寺都遭受政府軍炮擊 在東部城市代爾祖爾有人拍到 相信是政府軍的戰機展開空襲 炮擊反對派的據點 另外美國宣布 將敘利亞一個反政府組織 救國陣線列為恐怖組織 華府形容他們扮成合法的反對派 其實是埃爾蓋達組織的翻版 香港昏頻電視機者何榮生不得